今天我就教大家煮一個軟麵香滑的皮蛋瘦肉粥 材料就是我買了一些豬扒肉要軟身一點的 你跟肉桌說要軟身的豬扒 它就可以給到你了 另外這個有大半匹的米 通常你現在糧米就有一個膠盤 但未必裝滿它 剩下一點大半匹米就足夠了 這個份量可以多少人吃呢 差不多六個人的份量 另外就有一些腐竹 腐竹我們買回來的時候 有三四塊左右 我這個剩下了有幾塊領 我就全部放進去 放多些腐竹的話 那個粥底就會非常滑 另外就是皮蛋瘦樽 有一隻皮蛋 另外會加兩隻鹹蛋 令到整個粥的口感就非常正 好 有一樣東西提醒大家 那豬扒在這裡 有些肥的根 盡量切掉 還有豬肉會切到一片片細細片 待會我教大家做這個 這個米 我們不需要先浸 待會我教你怎麼煮粥底 因為粥底很重要的 粥底煮得不漂亮的話 你加什麼材料都不好吃 這個粥 至於腐竹的話 就要清洗一下它 洗乾淨它 拿乾就可以了 首先我教大家怎麼處理鹹蛋 平常用鹹蛋的時候 它有一個膠袋裝著 我們撕掉鹹蛋的泥 就在複補底 膠包著 這樣 用指甲 用袋子裝著泥 這樣我們就會 摸得非常乾淨 也不會到處都是 鹹蛋可以這樣做 好 慢慢剝掉泥 鹹蛋摸得差不多了 所有包泥 就放在袋裡 以於清理 當然有少少的鹹蛋泥 稍後把水沖掉就可以了 這個做法就是 不會太多泥 會塞住你的漆 至於皮蛋的做法 都一樣 我們都有膠袋裝著 也是 用小手指甲 拆開它 讓泥都掉到袋裡 做法一樣 變得乾淨又綺麗 鹹蛋 和皮蛋 我們都剝洗泥 也可以把泥包好 放在垃圾桶裡 乾淨又綺麗 非常方便 現在鹹蛋可以拿去沖洗 清洗完畢 鹹蛋 皮蛋 這樣就 完成了 輕鬆又簡單 乾淨又綺麗 好 鹹蛋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 打進袋裡 跟皮蛋 我們都打進去 但皮蛋就不會打進去 要剝掉皮 有時候可以買些冰花皮蛋 都漂亮的 但好像浪費一些 通常冰花皮蛋就這樣吃 這些用來煮粥就可以了 這個不是冰花皮蛋 這是普通的皮蛋 街市買的皮蛋 整個放進去 這些都沒有浪費 可以用它 一煮粥就無所謂 好 這個鹹蛋黃 和皮蛋 我們將它 剪碎 用它 繼續剪 剪碎 皮蛋也剪碎 這個皮蛋 手肉粥是加了鹹蛋 可以改名叫 鹹蛋皮蛋 手肉粥也可以 因為鹹蛋的份量 比皮蛋更多 但這個粥就會更加好吃 比普通外面 一個皮蛋手肉粥 口感和味道 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我教你怎麼做 然後你回家自己煮粥 才會發現分別很大 好 剪碎 不要剪太碎 看到一粒粒已經足夠了 就可以放在備用 大家處理豬扒肉 很簡單 拿回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 切片 切豬肉也是 我們找一個紋理 這個打橫紋的 我們就這樣切 如果這樣切的話 要切細片的話 先把豬扒切開它 然後先把這塊肉切開 這個紋理 這個紋理是這樣 打橫紋理 然後這樣 切細細的薄條 就是這樣 切它細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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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的 然後煮粥就非常好吃 就是這樣切 是不是把豬肉全部切開 就是OK的了 所有的肉都切開了 那可以剩起它 就是備用 需不需要醃它的話 其實不需要醃它 因為本身的味道很棒 現在要煮軟綿的粥底 首先放少許水 放少許水是足夠的 開了爐 然後開大火 剛才預備的米 我們全部倒進去 全部倒進去 為什麼要放這麼少水呢 因為我們令到米快點去熟 我煮這個粥的時間是很快的 很快就已經煮到一個好的粥出來 放入米之後 大家一定要留意 有空要找一個木的鏟 木的羹也好 有空要攪著它 不然米好像黏底的 好 現在等水滾 水開始有一點滾的時候 你看到它 開始會黏底了 要攪著它 攪著它 如果它繼續黏底的話 就不行了 繼續攪著它 攪著它 攪著它之後 可以停一停 等它再煮一煮 它又滾了 那就繼續攪了 這個時候呢 你要預備一碗水 我們隨時要加水 我這個是漸進式的煲粥 令到整個粥 就由你一手手的 令到米慢慢 由熟 變成像飯一樣 然後之後呢 就變成開花 現在米呢 浸了水而已 它還未熟的 那要繼續煮著 這個過程其實都看到飯怎麼煮出來的 你見到現在起了很多泡 其實就是 煮飯都是這樣的動作的 那見到那麼多泡 現在見到水都差不多了 那我現在可以 我又加一點水來 又加一盒水來 那又要煮一會兒 那煮之前呢 就攪一攪它 整個煮過程呢 不需要蓋蓋的 那好了 現在等它水滾 那些水又再繼續滾了 然後呢 它繼續開始攪了 那盡量就不要被米黏底 那慢慢慢慢的 那米就變成像飯一樣的樣子 那攪著它先 多泡的時候呢 那米就差不多 就有少少 發達了少少了 那記得攪的時候 木棒就放下去煮 只要攪著 那時候呢 那水呢 就燒了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米呢 吸收了它的水分 那這個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加肉 那我們把整碗肉 加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煮沸水的時候呢 叫做攪著它 那令到這肉呢 那就 和那些米呢 混在一起 那攪 攪 攪好它 那最重要就是 攪一下它 那令到它 那接著就收到火 因為肉是 還沒冷的 那攪了它 那你見到這個水分不多 那這個時候呢 剛剛滾水下了豬肉呢 那這個時候 再加點水了 那再加點水下去 那現在又要等它水滾了 水又再次滾起來 那又再攪拌了 好了 那水滾起來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加些什麼呢 我們要加些腐竹下去了 那把我們所有的腐竹 全部丟掉下去 那開始煮腐竹了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加腐竹的好處呢 就說這腐竹呢 會比較軟一些 還有要儘量將腐竹 煮至它溶完 為止 這樣攪拌它 那你見到 那放了腐竹 水分又少了 那又開始要加點水 那又加點水 那又加點水 那接著呢 那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 就等它滾了 在這個時候呢 那些水已經滾了 那現在我教你一個秘技 這個就是煮粥的 非常之快的方法就是 首先我們先關火 關火先 關火 那再用一把剪刀 長身的剪刀 將腐竹呢 剪碎它 那你煮粥呢 就快脆好多了 那剛才乾的時候 是剪不到的 就算你捏碎它的話呢 都沒有的 那你現在剪碎這些腐竹呢 因為你吸了水之後呢 是很容易剪的 那全部都剪碎了 那很快就已經剪碎了 那很快就已經剪碎了 又輕鬆又簡單 好 接著再開火 好了 那都開回剛才的大火 那就是剛才的大火 那繼續煮 中大火 那接著呢 再等它滾了 記住要留意水分夠不夠 水又再次滾起了 那繼續攪下它 發覺呢 那些水又沒什麼了 那差不多又要加水了 那時候過程裡面 我們不斷的加水 那你都看著那些米呢 慢慢慢慢慢慢 就變成 會開花 那你現在的米都還沒開花 那些米 好 再加水下去 那接著再等它滾了 又開始滾起了 那滾起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攪它了 記住不時要攪著它 好了 那繼續等它滾一下 留意水分夠不夠 記住 那時候呢 我們開始用鐵的湯殼呢 就開始攪拌了 那不需要再用那個木 因為它這樣高度的時候呢 那它的米就不會再黏底了 那你都要攪著它了 你見到現在呢 那個水的份量呢 就開始少了一些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加我們的草頭器 就是淡蛋和皮蛋下去了 那下的時候呢 最重要是先下一個盒子 先下一個湯 先下一個湯 再慢慢慢慢滾下去 這個效果就很正的 那令到那些淡蛋黃 還有那些皮蛋呢 是比較鬆開一點的 不會太黏得太黏 加了一些皮蛋 鹹蛋之後呢 那你發覺呢 水分突然間會結晒 那你一定要加水 如果不然的話 你會黏底了 那就加點水 好 加水了 加水了 現在鬆動一點了 然後再等水滾 然後再攪拌就可以了 那你見到其實那些米呢 見到那些米呢 已經開了花了 那你見到那些米已經開了花了 那變了就說呢 那粥都差不多了 那我想煮得綿一點 就是這個 我們再煮久一點 好 那跟著讓它滾 水滾先 再滾起了 那繼續攪一下 你見到那粥呢 已經成形了 那其實呢 還有一些米呢 是未得住的 那這個時候呢 可以繼續攪拌它先的 那另外呢 跟著之後呢 這個就是我最後 想教給大家的秘技了 也都之前沒有講到的 我們呢 就用一隻蛋 發合了 發合了去 跟著呢 就加進去 那一邊加進去的時候呢 一邊攪拌它 那整個粥呢 就很漂亮了 那這個來的小小秘技 那大家 大家 留意一下 那你發覺加進去的時候呢 它更加熱身一點 那你又可以加 一盒水 然後 就加進去 那你見到呢 有些蛋絲在那裡 那整個粥呢 就很漂亮的 有些蛋絲在那裡 好 那繼續煮一下它先 水再次滾起了 那其實這個粥呢 其實是可以吃的 那你已經 那但是問題呢 那我們想更加軟綿一點 那有一點點方法的 那就是 那你可以 如果不心急吃的話呢 那首先由這個鍋 滾了水 那跟著呢 我們蓋著這個蓋 那讓它滾了 那它就很快 一會兒已經滾了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關火 這個火 可以焗它二十分鐘 好 待會見 煮了二十分鐘了 那我現在可以打開來看看 你看到那些粥呢 那些米呢 是會更加吸了多一點水分的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 那我看到水分已經足夠了 那我已經開火 再煮一煮它 我們也開回中大火了 好 那煮回它 那等它滾先 水滾了 水滾了 記住這個時候呢 一定要攪拌 一定要攪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重量的話 會沾到底呢 粥底在下面會焦 焦了整鍋 焦了整鍋 就真的不好吃了 這樣就焦了 記住 這個一定不要慳了 那你和這個時間呢 不斷地攪拌 拿起它的話呢 那令到粥底更加滑 好 那再這樣做這個動作 維持五分鐘先 在五分鐘的過程裏面呢 那我盛一下它 盛一下它 盛一下它 那你叫它不是太滾的時候 可以停一停 等它再滾一滾先 那始終粥呢 是要滾的漂亮粥 才好吃的 那你見到外面那些賣粥是 滾的粥的 那你見到它現在一滾的時候呢 那我又可以盛一下它 又可以盛一下它 那你盛一下它 那就攪一攪它 然後盛起它 然後再攪一攪它 然後盛起它 油盛起它 那如是者的話呢 大約我們做了五分鐘呢 那粥的效果就非常之美了 那如是者這樣攪一攪一攪 之後呢 很快的五分鐘就出來 那其實這個粥是非常之容易的 剛才我用的時間 都不需要半個小時呢 那其實這個粥已經煮好了 那跟著之後呢 我們再烤它二十分鐘 那令它粥更加綿一點 那現在做多五分鐘之後呢 那這樣就差不多 可以吃的了 可以放入碗裡吃的了 好 預備 放入碗裡 好味的皮蛋瘦肉粥 再加上它的鹹蛋 還有最後最後的 加一隻的雞蛋下去 這個粥多漂亮 一些瘦肉 跟著加上很大量的腐粥 那整個粥吃起來的話呢 很有豆的香味 那也都有皮蛋 也都有鹹蛋 那變成了鹹蛋皮蛋雞蛋 完全是能夠融合在一起的 那這個粥是軟綿 好吃的 那你見到米呢 基本上都是融光了 那所以要看自己的時間 去不去可 那在半個小時之內煮一碗粥 沒有難度的 剛才煮了 焗了二十分鐘 令米更加軟一點 軟身一點 滑一點 那之後再煮五分鐘 那整碗粥就煮好了 那這個呢 老人 小孩 年輕人 中年人 什麼年齡層面的人 都會非常之喜歡這個粥 好過出街吃 又有營養 又有益 那最後 需要不需要加鹽 那視乎自己的喜好 那試一試 如果鹹蛋的鹹味足夠的話 那就不需要加鹽了 不然就再加一點鹽下去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的方法 煮這碗粥 希望大家 能夠跟著來學 那也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記得登記我的頻道 訂閱 那另外可以介紹給其他朋友 那看一下他們有沒有興趣煮這碗粥 那也都希望他們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那多謝大家 祝大家吃得開心 生活愉快